去年4月2号台铁太鲁阁号撞上违规施工翻覆的工程车而出轨导致49人亡死 监察院今天指出台铁前局长张震源 交通部次长兼前代理台铁局长郝文忠 以及公务处前处长陈仲俊等人 因为带呼独岛通过弹劾 并将三人移送戒成法院 这样子的决策让罹难者家属的团体 以太鲁阁的眼泪感叹 正义虽然来得不够及时 但终究还是缓缓地到来了